像所有抗癌治疗一样,它也有副作用,这些副作用与各种不同的靶向治疗有关。 术语Tiki代表了氨酸基酶抑制剂。大多数此类药物都是口服药,每天服用一次或两次,我们将详细介绍一些副作用。 我之前提到过EGFR,这是我们在服用这种药物的患者身上看到的一种非常常见的副作用的例子。 他们的脸上会出现皮疹,通常看起来是这样的。背部也可能出现,它看起来是这种斑点状的红色。 服用这些药物时要注意的另一件事是,你的指尖可能会变得干燥。有时会像这样开裂。 另一种靶向疗法式药物,用于治疗ALK重排。ALK是我们在肺癌中发现的另一种致癌基因驱动因素。 有五种不同的疗法可用于治疗ALK重排的肺癌。 副作用列在这里。我将指出这些类别中的几个值得注意的副作用。 对于副作替尼,最突出的是视力问题,可以模糊地描述为视力模糊或周边视力问题。 嗯,这些副作用并不常见,但肯定会影响生活质量。 嗯,肝毒性是另一种说法,即医生检查时或服药期间肝霉升高。 这有时是个问题,通常需要减少或暂停治疗。 嗯,选择性治疗和一些常见的副作用值得注意。 我们在选择性治疗患者和治疗组患者身上看到的光敏性皮疹这里没有提到,但当患者首次开始服药时,我们观察到呼吸困难和咳嗽增加的风险非常小。 最后是劳拉提尼,这是最新上市的药物。 它最大的副作用是神经毒性,而这一直是一个难以控制的问题。 但患者会报告感觉,嗯,好像他们无法正常思考。 在最严重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出现脑雾,嗯,幻觉。 虽然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但嗯,已经足够令人担忧,因此值得与患者讨论这是否是合适的药物,或者其他一些选择是否适合他们。 继续,我们在肺癌中还发现了其他致癌基因驱动因素。 BREFB-600E就是其中之一,患者可以服用两种药物的组合来治疗这种类型的癌症。 这种突变我们也在甲状腺癌中看到,所以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药物,不仅用于肺癌,还用于甲状腺癌。 它们可能会出现这里显示的皮疹,所以皮疹是一些原始试验中最常见的副作用。 有趣的是,这些患者患皮肤癌的风险也更高,因此需要定期去皮肤科就诊。 Pyrex是高烧的另一种说法,这些药物确实会导致发烧,最高可达104度,而且通常需要减少剂量。 最后,有些药物用于治疗MAT外险子14跳跃突变。 这些是肺癌中罕见的突变,但是,我们看到所有阻断MAT通路的药物的主要副作用是手脚肿胀,如图所示。 因此,与任何靶向治疗一样,也有副作用。 治疗肿瘤科医生必须密切监测这些副作用。 通常,药物剂量可能必须降低,以找到最佳耐受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